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寿记 第十二章 摩西娶了古诗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诗女子就毁谤他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及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 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照亚伦和米利安 二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夹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妇 肉依斑斓的死胎 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 神啊 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 他岂不蒙修七天吗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 百姓没有行路 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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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